喂! 哎呀! Edmond 我对你不住啊 你真是烂的镜子 这集终于说我们的宝贝 Leica 这支镜子是我们英俊Edmond的宝贝 这个是Version 4 是50mm 1.0 究竟这支镜子的SPEC 大家Google搜索一下 这支镜子都很大 这支镜子有建设的镜子 虽然我也不知道它是做什么 防止镜子进去 一定说是保护玻璃 我个人觉得保护 都是非常有限的 都是例牌 我会用Leica Monochrome 套卖 就好了 因为要保护力强 所以Edmond就加了氧测 我个人觉得这些氧测 保护就宁愿依赖 是那个Lens Hood 这个Lens Hood又比较短的 所以我觉得就一般的 不知做什么 As time goes by 我觉得是会松的 喂 哎呀 Oh shit Shit Fuck Damn 喂阿敏 是 坏消息 你这支镜子 做男人不能这么小器 招又有一条 漂亮镜与衣服 我们讲心的嘛 是不是 你真是不介意 好兄弟 下次打火锅 我的 那你又没有多一支 借给我拍完影片 好吧 我晚点过来拿 好 未出门拿一支镜子之前 想和大家说一件事 摄影和视频有什么分别呢 还是大家认识这一集 全程是拍一支镜子 是这么多 还是你希望我们会说 这支镜子的颜色 那些太闷了 我们称影想为一个creativity 那究竟一个视频里面 我想趁着这个机会 想介绍一下这个团体拍视频比赛 香港国际学校搞的 那资料就是如下 如果你是中学生 你又对拍视频有兴趣 或者你现在正在拍的 去参加这个比赛 交流一下 我们就绝对支持 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 香港的电影业 我们不会拍视频 我们什么东西都支持 大叔大多数时间都是湿沟沟沟沟 我放一条链接下来 我现在去拿镜子了 Edmond 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有这么多支镜子 这些镜子真的很容易 这个也是Leica Daptac 装在部XL的 那这支镜子是什么 这支是老母苏联出的LOMO 75 F1.5 所谓的电影镜子之中 它是… 留意下集吧 我会说这支镜子 哈哈 都挺大的 这支镜子 想出一个视频很久了 但是有几个原因 不是很想用它 第一 这支镜子不是我的 都说了是Edmond 所以用外面的话 要极度小心 异异地用 例如下雨那几天 貴士濕了之后 发毛 或者… 我不知什么会发生些什么事 不过不是我的 这支镜子 或是那天是特别疲 我又不想拿这支镜子出外 也挺重 令腰痠背痛 没办法 大叔 当然用得这支镜子 当然是全开1.0感影 不然都不阻止这支镜子 大家尝试想想我们这班阿叔 眼眸又老花 全光圈拍摄是非常之辛苦的 虽然我大多数时间都不支持用大光圈来拍摄 但是这支镜子不开大光圈就非常浪费了这支镜子 因为价钱也有差不多 不开是很铁的 那个距离的感觉不是想象中的 相对来说都算是挺容易用的 尤其是在那个XL那里 长话短说了这支镜子 我就极度欢喜 但是不代表我会买 我会不会想拥有这支镜子呢 都想的 问一句 买完很大机会是不会怎么用的 Anyhow 废话少了 看相片吧 我们一开波当然是拍摄水牌 不拍摄水牌怎么对得着镜子 有影友跟我们说我们这支镜子真的很难 说真的我们也非常认同 我们称这些相片叫做 试机试镜相片 又或者可以叫做我对到焦的相片 或者我们尝试一下转去做黑白 然后就Motion Blur 感觉是否即时偽少了很多呢 我个人都比较喜欢黑白多一点的 但是没想到 谁叫这里是试机试镜 当然一定要全开去拍摄 全部炒一叠 大家看不见到分别呢 还有这些相片全都没有裁过 就是除了这一张之外 为什么这一张无端端会裁呢 答案是why not 试试一下我们在街上濕溜溜溜的 勾影这些相片 我们尝试一下对焦无限远 又尝试一下对焦近距离 全开感用这支镜子是很伤神的 对眼睛非常疲累 所以我会说这支镜子 绝对适合年轻人们用的 任何有老花戴眼镜的人士们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用 尤其是这支镜子全开感影 除非你喜欢拍水牌和露牌 又或者不是太动的美丽模特儿 今集出到这里 我要用心去追看安心事件 无端端走出来道歉说Q时吗 你以为真的坐在那里 够吹摄影这么简单吗 阿叔很冷 哥这些不是叫穿 这些叫做影上的 态度 你就是我 你也不肯 好了今集就说到这里 下集再会 拜拜 你这支镜子就 就 变了 烂了 即是前面玻璃碎了 怎么说呢 是 那我需不需要赔呢 现在的佳格是多少 不是吧 没钱赔